大家有没有发现下雨天咯 今天是不是下大雨呢 早上下大雨 下大雨的时候 你们想要吃什么呢 今晚 今晚下雨 今天是下雨天对不对 真的真的很巧 我想跟大家来问问看 台湾人下雨天的时候 最喜欢吃什么呢 今天晚上是下雨天 水晶煮锅先讲一下好了 如果下雨天的话 我会想待在家里 外带一个火锅 或者去吃火锅 下大雨的话 我就可能不会出门 然后就外带火锅 因为我觉得很冷 但是你知道 韩国人下雨天的 必吃的解忧美食是什么吗 大家真的要注意注意哦 好像有一些延避 所以大家赶快来进 我们在这 大家猜一下 韩国人下雨天 今天要吃的解忧美食 是什么呢 好 我们的CG可以出来了 这是有几个原因 就是海鲜煎饼 其实也不一定是海鲜煎饼啦 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要注意听哦 因为在最后的时候 有抽奖活动 我们今天送的就是海鲜煎饼 好 现在呢 我来整理一下下 我的桌面 这个是油 我们请这个弟弟来帮我安排 座位一下下 来 大家有看到我桌面上的 这个是厚厚的海鲜煎饼 好 另外一个是韩国人这场吃的 泡菜煎饼 现在时间已经接近六点钟了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呢 好 我们的煎饼是由大直的 这个刘正川寒朝霸来赞助播出的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刘正川寒朝霸在大直店的 这个播出的 而我们待会呢 也会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 最后的时候呢 会问问题 然后抽出幸运的这个观众 来送你一份海鲜煎饼 不过当然啦 哎大家有问吗 嗯 大家说下雨天要吃炸酱面 不是 下雨天呢 的解忧美食呢 在韩国 下雨天到底为什么要吃 这个海鲜煎饼跟煎饼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 图可以让我们出来 CG图可以让我们出来 一下下吗 CG图现在现在因为有一些问题 好 要跟大家讲一下呢 原因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 在从古至今 大家要认真听哦 从古至今要知道 为什么韩国人的解忧美食 只要下雨天就要吃煎饼 因为呢 古代人 因为大家知道 韩国人是务农为生 他们呢 如果没有事做的时候呢 如果下雨天就是没有事做嘛 就会喝一杯小酒 那呢 煎饼对他们来讲是最简单的 他们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们就会吃一些 最简单的家里的葱 煎一煎用这个 这个面糊裹一裹 就一个煎饼 当做点心来配着吃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下雨天 这是真的哦 不要说我是胡说的哦 真的 就是他们韩国人觉得 在下雨天的时候啊 这个下雨天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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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天的声音跟 这个海鲜煎饼 在炸的这个嘚嘚嘚嘚嘚声 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这个就变成从古至今 为什么 你在韩剧当中就会看到说 诶 诶 是不是 我们 就是只要下雨天 你就会看到韩剧当中说 下雨天 就要去吃海鲜煎饼 你们应该有看过这个 韩剧的这个台词吧 下雨天我们走吧 我们去吃海鲜煎饼 然后呢 基本上呢 还有一个原因 到了现代 古代是这样子 现代是什么原因呢 刚刚讲到了嘛 因为务农为生 我没有事做 我就在家里喝杯小酒 那通常他们呢 都是配这个 古代的话 是配这个 一般的酒就可以了 就他们古代的 可能佐酒啊 或者是 他们韩国人喝的 就是朝鲜民族 就可能喝杯小酒这样子 但是到了 现代文明时期 一样下雨天 还是吃煎饼 可能煎饼有各式各样各种 有很多种对不对 那他们呢 现在下雨天 为什么要吃煎饼呢 因为呢 妈妈要安抚小孩子 不能出去玩啦 所以就做煎饼给小朋友吃 这是为什么下雨天要吃煎饼的理由 那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呢煎饼在韩国 有非常非常多种 那台湾人最爱的 就是澎湃的韩国煎饼 就是这个海鲜煎饼 但是在韩国呢 他们其实很重视 所谓的祭祀 要跟大家讲一下 只要是韩国人呢 他们只要在祭祀 或者是说他们想要培养 家人之间的感情 或者是说 邻居跟邻居之间的感情的时候 你如果在韩剧中当中 一定会看到 他们姐妹啊 全家大小在家 就是用一个葱啊 就做起煎饼来了 假日的时候就聚餐 煎饼这个部分 另外呢 可以看韩国的这个煎饼 到底有多少 可以给我这张图可以吗 我可以一一来为大家介绍 如果没有图的话呢 也可以跟大家介绍 水晶煮锅呢 吃过的这个煎饼图 煎饼有哪一些 煎饼有哪一些 像是呢 很有名的 韩国人最喜欢吃的 有黄豆芽煎饼 还有我手中的泡菜煎饼 很简单吧 然后还有葱饼 葱饼是他们家中 就是家里面平民最简单的 就是用葱 和一和这个面团就可以吃的 另外还有什么呢 就是韭菜煎饼 韭菜煎饼 大家有听过吗 韭菜煎饼在韩国是很 就是很道地的 就是庶民料理 国民料理 还有鲍鱼煎饼 各式各样的煎饼都有 那现在呢 甚至呢 我跟大家讲 就是现在甚至 我大家如果有去韩国的话 应该有在广丈市场 吃过绿豆煎饼吧 而且这个绿豆煎饼不是甜的哦 都是咸的 所以呢 告诉大家煎饼煎饼 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种 哎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煎饼的画面 对 有葱饼啊 泡菜啊 韭菜啊 海鲜 海鲜是因为 后来就是真的是 你知道吗 就是随着时代进步 因为他们其实以前 其实就是真的就是一个 随便一个煎饼 那他们要配的酒 是什么酒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当然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你不要因为今天下雨天呢 就跑去喝酒了 然后18岁以下禁止喝酒 要跟大家 随机主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下 好 这些煎饼呢 其实呢 要跟大家讲 韩国人就是后来 因为随着文明的开放 他们以前是很 比较稍微 在70年代之前 真的比较穷一点点 所以就是用葱啊 或是简单的泡菜 烟的泡菜就是做煎饼 但是呢 现在呢 就是加了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到 丰盛的 比较厚一点点的 像是这个海鲜煎饼 所以呢 现在就是下雨天 就要去吃海鲜煎饼 变成了一个 他们的这个 韩国应食文化 那煎饼也很多种啊 其实因为像 水晶煮锅 比较喜欢吃厚一点点的 那你就是面团 可以放多一点点 然后还有呢 如果你想要吃的 比较酥脆一点点的呢 像这一盘 由大直流正川提供的 这个泡菜煎饼 它就是比较酥脆 你就煎得比较薄一点点 基本上呢 煎饼呢 就是韩国们 在下一天的解忧美食